随着国家王公开枪表示 对国盟政府在未获得国家援手预准前 撤销紧急条例大改失望后 国盟政府的威信大大受挫 发对党纷纷促请首相慕尤丁辞职 以斯迈沙比里昨晚以国阵名义 以及副首相身份发文告 声称40名国阵国会议员力挺政府 不久后 国阵执行秘书莫哈莫沙菲里 发表另一则文告 以不点名方式澄清 以斯迈沙比里所发的文告 乃捏造之物 并强调国阵的正式文告 必须由国阵主席或总秘书 通过正式的国阵通讯管道发出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也只是巫统国会议员 遵循巫统最高理事会之前的议决 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 我可以确认副首相的文告是真实的 安努亚木沙在脸书发文指出 伊斯迈沙比里昨天与40名国阵成员会面后 发表上述声明 他进一步解释说 事实上 在上述40名国阵成员中 有5人应在国外而被隔离 以及年老的因素 他们无法亲自参加会议 但他们都委托了伊斯迈沙比里 相反 国阵执行秘书仓促发表声明 试图否认副首相声明的存在性和合法性 令人非常遗憾 国阵国会议员有权表达自己的立场 安努亚木沙透露 昨天的会议于下午5时30分 在国会大厦三楼举行 40名国阵议员达成共识 支持首相丹斯里慕尤丁领导的国联政府 慕尤丁实际上有多少议员支持人数 从目前的政治形势来看 国阵巫统有38名议员 两名马华和一名国大党 共计41名 只有身为国会议员的巫统 资深人士东姑拉沙里 在国会下议院特别大会的第一天26日 他写信给议长拿督阿兹哈 要求换位置不支持国民联盟政府的独立议员区 他还表示 他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国盟政府 第二天 孤礼如愿以偿 得到了议长的认可 这也意味着支持慕尤丁的国阵国会议员 失去了一名成员 只剩下40人 根据今年6月25日的一份报告 巫统萧山国会议员纳兹里 将巫统的四名议员称为 热衷于推翻国盟政府 他们是党主席兼科眼拿督国会议员阿末扎西 总秘书兼奔甄国会议员阿末马斯兰 最高理事兼马张国会议员阿末加兹兰 以及化旺生国会议员东姑拉沙里 如果纳兹里说的是真的 支持慕尤丁的国阵成员就少了三个 只剩下37个 随着前首相纳吉意外宣布撤回 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后 慕尤丁又再少了一个国会议员支持 纳吉昨日在国会媒体室召开记者会时宣布 从即日起他将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 并促请后者立刻负起政府违反宪法的责任 自行体面地辞职下台 他说从国家王公的声明中可以看出 在撤回紧急条例时 违反联邦宪法的行为已经让国家元首勃然大怒 他指出 这是史无前例的先例 首相必须以政府的名义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 不能推卸责任 虽然这件事牵涉到其他人 但慕尤丁作为首相是义不容辞的 他说 这不是他个人的立场 而是处理政务的原则问题 同时 必须维护君主立宪制 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反对不稳定的政府 他说 在宣誓成为国会议员后 他有责任捍卫联邦宪法 同时 他说巫统党章第三条包括捍卫联邦宪法 这是巫统斗争的基础 他重申 巫统的立场是要求首相辞职 但仍支持国联政府 不过 他表示 首相辞职是国家元首负责处理的事物 由国家元首决定是否选择新的首相人选 并评估候选人是否获得国会议员的多数支持 即便巫尤丁实际上已数据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人数 但是只要在国会上没以投票方式表决 巫尤丁仍然还是国家首相 还有另一个致巫尤丁下台的方式 就是国家元首赋予的权利 就看这关键的48小时 紧急状态将于8月1日结束 多位资深律师透露 国家元首还有48小时的时间 也就是说 在紧急状态结束前两天 解除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职务 网媒The Vibes 援引资深律师哈尼夫的谈话报道 2021年紧急状态法典第11条 必要权利已经明确 国家元首在紧急状态的颁布和解除中 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 就连首相和内阁也不能 他说 国家元首还可以行使联邦宪法第150条 和紧急状态法第11条赋予的权利 立即解除慕尤丁和内阁的职务 眼看自己政治地位不保 也不得民心 高级政务部长阿兹敏阿里 转发了首相办公室 就此课题发表的声明 并祈求真主赐予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继续领导人民和国家的权利 维护宪法 尊重法治 愿真主赐予丹斯里慕尤丁力量 让他能够继续领导人民和国家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披露 截至昨晚八时 国会共有十人确诊冠病 他指出 其中一宗是中午发泄 另外九宗是下午全员大筛检时发泄 十宗病例中 有两人出现轻微症状 但情况稳定 而八宗是无症状病例 卫生部将进一步跟进 这十宗确诊病例 他说 在检测到确诊病例后 卫生部将进行调查 风险评估 追踪工作 预防和控制措施 包括对国会大厦 进行清洁和消毒